好 接下来一连串我们再来看到的是2024的这个总统大选 在昨天有一份最新的民调是由TVBS所做的 结果公布结果撒卡都的态势之下 民众党的柯文哲他现在民调排第一了 而且呢 根据他进来的行程我们来看到在6月20号这一天 他会到基隆去参访哦 好 公布的行程是从中午到下午时分 不过现在大家发现说上午的时候他其实人就会到基隆去 而且似乎要去拔装哦 因为他预计呢会跟一太未遇的老董红团章来会面 好 红团章是何举人也呢 他是基隆小英之友会的总会长 同时也是现任的国策顾问 因此外界就觉得说柯文哲此行去拜访一定是要去拔装的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部分呢是红团章跟总统蔡英文的同框合照 好 因此呢当然这个柯文哲的动作也是备受外界瞩目 不过呢我们继续再来看到这个民调数字的分析哦 柯文哲民调现在冲上了第一 光是在一个月之内他的民调增长了10% 好 昨天呢问到他的看法 柯文哲直接说了我告诉你这种看一看就好啦 我绝对不会相信一个月的民调差10% 绝对没有那回事 另外呢这个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陈志涵说民调都是参考不用太过在意 不管外界怎样的抹黑攻击 柯文哲都会非常负责任的提出他的从政理念还有愿景 我们来看到哦现在有网友也有说了民调领先不露喜色想必深知啊 民进党现在将会转变公喉冷科的策略 好 另外呢也有网友提到了柯文哲还能够不因为直白而失分吗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的分析是哦 柯文哲其实民众党这个部分绝对是不可能单独获胜的 柯文哲目前这些小朋友是没有办法当选总统的 好 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其实哦 要有一个所谓的高红安模式保有双方的善意 当然呢这个蓝白之间是近和的关系 不过呢说到了这个竞争还有合作的部分 大家就很关心哦在这个立委选战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合作的空间呢 我们来看到目前传出的是前立委蔡碧如 将会代表民众党投入台中第一选区的立委选战 当然民众党的台中市党部主委江和树就有喊话国民党 希望呢能够在立委选举当中有一些蓝白合作的空间 好 这个部分呢有没有可能性 因为蔡碧如呢走访台中即将要对上的就是蔡奇昌哦 是民进党籍的好 针对这个部分呢 国民党的台中市党部主委有说 预计7月份会确定该选区的提名人选 好 因此看起来蓝白合作的空间似乎是蛮低的 但是呢这个是张思刚他有说 区域立委选举蓝白和国民党应该考量 有软有硬的支持模式 好 例如了竞选总部要请民众党要脚站台 就是硬的支持 好 那如果是一些软的可能性呢 就是设计了高度政治意涵的铜框 包含了不期而遇等等 好 当然呢 其实在昨天公布的这一份民调结果当中 大家都觉得说 柯文哲啊 一举超车 现在排行第一 支持度呢 来到了33% 到底为什么会如此呢 时事评论王上志他有认为 柯文哲拿到了支持度 其实已经不再是游离选票了 如果进一步分析 他的民调为什么能够上升 成功的原因有三个关键 过去大家都认为 柯文哲的支持者总觉得是游离票 其实现在真的不是游离票 我认为柯文哲现在之所以成功了 三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柯文哲非常善打空战 他的网路短视频 他的网路当中的Q&A 他的网路当中的精简版 包括完整版当中 持绩的非常非常清楚 你可以在里头看到 柯文哲想要表达的重点 第二个柯文哲当中的 他成功或厉害的地方是 柯文哲非常懂得庶民逻辑 或者是庶民语言 对于很多政治议题 虽然在很多政论节目里头 大家在东谈西谈 比如说待会我们也会讲到 钓鱼台主权的问题 从政治逻辑当中会觉得 你要主权你才能去捕鱼等等 可柯文哲不是 如果你就这样看好像觉得 没有道理啊 主权才能去捕鱼 可当你如果像一般民众 当中特别年轻人 你去看柯文哲的视频当中 你就会清楚听到 柯文哲在表达的部分 就现实要先处理嘛 主权哪有那么容易 能够讲清楚 大陆跟日本都讲不清楚 柯文哲有他自己的逻辑 你一旦听了 你有可能会入坑 第三个我觉得 最重要的最成功 而这当中是现在赖清德 做得不好 而侯友一塌糊涂的 是柯文哲的政治性格的塑造 非常清楚 而且这个清楚越来越朝向一个 总统候选人或一个 未来是不是 如果大家把国家交付给他 好像有点道理 我想柯文哲在塑造他的政治性格当中 他不是由幕僚塑造 不是像侯友一都靠幕僚 都给他一贴 然后你叫正去骂戴英德 不是的 柯文哲是自己主导 他自己的政治性格塑造 在加上他懂得 刚刚讲的庶民逻辑跟语言 那就塑造出来的部分结果 最后就使得你 在感受柯文哲的部分的状况来说 就可以体现到 你看对于政治性格有感觉 而不是传统的政党蓝绿 或我不蓝不绿的部分 很明显其实就是年轻族群 对于政治性格